每年都會生大基盤的 這個新的新報議民祭 最有看到的就是這個神豬大地公 這個也是獲得鄉親 這次的議民獲得最有生意的獎品 不過有同步保養團體 和獲得人數的這就是基盤記者會說 為了贏到比賽的 這些大地公都讓驚迫吃東西 完全沒有辦法自由行動 甚至要抵押的時候 完全沒有人到 讓有這種的比賽 應該要停這基盤 這次一隻重量都超過 一千金的大地公 就是新的地區 客家鄉親 境拜祭民獄的作品 不過當沒有團體的協助 這大地公 從小吃的時候就要落口 開始拍攤檔性化 而且一直給共別的東西吃 完全沒有接受過自然的環境 這樣讓市長後要抵押的時候 也完全沒有用人到的方式 在這裡為何後插下去放火 面對這樣傳統文化 有客家大陸人為 應該要好好改革 當期對中大地公議題 的動物社會研究會調查 全台灣43間疑兵廟 有八三間本沒有比賽在那裡的黨領 但有只有所謂六間還會出現 黨領超過一千金的大地公 當沒有團體的共町 不是反對傳統文化 是反對黨領的比賽 其實是大地公 最後都發展出有人專門 來市變成最強行為 這也讓傳統的比賽變成了 它變成是一個面子文化了 然後因為面子 所以我就要養得更重更多更大 養得更大更重 就變成是有一些農民就特地發展出養神豬的方法 這跟出面觀對大地公比賽 也參加聯署的客家人有177例 你也強調 議面坐的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客家信用 但是這次議面爬的方式有這麼多 用沒有人家的方式吃出來大地公 健分不快樂 用不健康的豬肉現給心變 我們真的會讓心變開心 記者臨前面的朋友做台北報道